今天我們討論的話題是VCSP 這個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就是Veem的Cloud Service Provider 它主要是針對Veem的一些雲服務提供商 它去做到的這麼一個Program 也是為了去發展中國其實是做Cloud 以及是做備份級服務 栽培及服務解決方案的一些Partner 然後推出了這麼一個Program 那針對於中國市場 我們發展了很多的VCSP 那今天也有幸請到了 寫盛公司的Arbot 富濤 來為大家一塊去進行這一次的討論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解決方案 會先去介紹VCSP的一些它的好處 以及這個Program它能給大家帶來什麼 為中國的這個市場能帶來什麼 那之後的話呢 我會去詳細的介紹VCSP的解決方案裡 都包括了哪些場景 然後呢也會請富濤 然後來讓他來介紹傑人盛 他把我們的這個VCSP的解決方案 然後VCSP的解決方案 如何去在它的這個視角上去發揚光大 並且它的一些成功案例的介紹 以及它的一些特殊的 就是針對於比如說郵件歸檔 或者說中文界面的一些能力 那麼好 那我們今天就開始我們的話題 那首先呢 我是VAM的解決方案架構師 我叫張聰 馬斯章 我在VAM今年是第七個年頭了 那我一直是在做VCSP的這件事情 那富濤你能不能介紹一下你自己呢 OK 大家好我是福濤 也是捷雲盛的總經理 在這塊的話呢 實際上我們從2019年和VAM一起 產生了合作的火花吧 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們就在做VAM的VCSP 因為捷雲盛是從2016年成立 主要是做的其實是針對於雲端 雲端數據中心和數據中心業務 相關的一些類似於數據安全 然後以及數據的容災備份 然後客戶的一些數據的遷移遷雲 這些架構級的解決方案 所以在從2019年到現在 我們主要的其實關注點 以及我們的產品 以及我們的解決方案 其實也是針對於一些 我們比如叫做 我們今天主要的一個話題叫做 就是BUS 就是備份即服務這個展開的 那在這些層面上呢 捷雲盛其實是深耕了很多年 專門針對於備份即服務 融災即服提供於 對應對於中國市場的解決方案 那這當然就是離不開 Win這個軟件 對於我們整個解決方案上面的 作為一個引擎級的支撐 和一個能力的輸出 OK 謝謝吧 OK 那現在的話呢 其實我們就要討論說 中國這個市場 為什麼要去引入VCSP 然後能夠去幫助到大家 然後幫助到客戶 首先呢我們要意識到的一點呢 是數據保護呢 是從未有如此複雜 那是有兩方面的因素 一個呢是我們的技術架構 現在基於應用的這種技術架構 尤其是像雲圓聲啊 然後包括雲的一些廣泛的使用 是我們的這種數據保護結構 不像以前一樣 就是還是以這個機器啊 為核心 然後比如說我的這個備份作業裡頭 包含哪些機器 然後哪些主機 數據庫 而是要以應用為核心 然後去進行保護 那不同的這個應用的支撐的這個基礎架 那會去多態的 並去長期的去存在 那同時呢還有一個呢 就是說現在面對於勒索病毒的攻擊 那安全性的這一部分呢 已經一定要去加入到 我們的這個數據保護的日常的話題 以及說我們要有針對性的 針對於我們的數據保護這個能力呢 去提出安全性的一些要求 那麼那這裡邊的話呢 假如說我們還是一個軟件的形式去看的話 我們的客戶通常得到的還是一個 自己去面對整個災難的這麼一個結果 那這個結果呢 其實是需要我們的客戶 它有非常強的經驗的積累 非常多的這個人員或者資金的投入 然後包括非常有這個有效的這個時間管理 但是對於現在的這個IT 這個組織來講 我們的IT組織 投入的人員是越來越少的 因為應用為中心以後 大部分的IT資源都轉向自動化 然後轉向了SaaS 但是應用一點也不少 那對於我們來講呢 就需要投入更多的經驗成本 以及時間 那這樣的話 如何去把這麼複雜的一件事情 托管出去 把這個髒活累活吧 就把它去包出去 那這個VCSP它就應運而生了 它其實是幫助客戶 可以去把栽備這件事情 托管出去 變成一個栽備機服務 能幫助客戶呢 能達成它的RPO RTO SLA的這些目標的一個解決方案 那對於VIM來講的話呢 它其實是可以用它的解決方案 以及VIM聯合VCSP 去讓我們的企業的這個業務 永續的 那它怎麼去做到呢 其實也是簡單的三個方面 一個方面就是數據的安全 那從端到端的這種認證健全 然後多次的這個 多次認證效驗的這種健全登錄 到我們去數據的備份的過程中 去發現是不是有病毒 然後以及數據存儲的時候 然後讓它有一個不可變的一個存儲庫 以及恢復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到安全的恢復 可以去動作就是非常快的去找到 我們的這個AI的這個利用AI的引擎 去找到這個乾淨的一個恢復點 那這個都是涉及到數據的安全 那另外一個呢就是數據的恢復 那VIM呢其實是一家做數據恢復的公司 它不以就是備份論輸贏 而是以恢復的能力 所以VIM呢推出了它自己的slogan 就叫data resiliency 就是數據彈性或者叫數據韧性 可以呢能夠幫助我們的客戶 快速的恢復到它的業務 還有一點呢就是VIM到現在以來 一直是一個第三方的一個軟件 就是備份軟件廠商 它呢去提倡的數據自由呢 是可以幫助我們的客戶 在不同的雲虛擬化以及硬件 那它的技術架構上去把它的workload 它是很重要的牽來牽去的啊 而且呢它的數據放置也是自由的 不一定非得去放在某一朵雲上啊 那這個就是它的好處 包括我們的Bus 那舉個例子就是比如說在Bus這一部分 那我們的VSSP呢也是可以去 把我們的Bus的這個數據 放在客戶指定的一個位置的 那這一點Albert你有什麼經驗 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嗎 當然可以其實在這一塊的話 就是您剛才講到了有三塊 數據安全數據恢復和數據自由 其實這恰恰也是我們這麼多年 在從事於工友雲的一些客戶的數據安全業務 其實是密切相關的 其實從我們這麼多年 在做客戶的數據的安全防護 然後像您剛才說到的數據彈性 數據韧性這一塊 其實客戶很在意的一點是 我的數據究竟安全不安全 如果說無論是我買了備份軟件也好 還是說我用了雲備份也好 我只期望的是在我有一天想要還原我的數據的時候 我的數據是不是真正的能恢復出來 是不是能在一個指定的RTO和RPO的時間內恢復出來 其實從這些指標上來講 其實就像剛才您說的 那我們的客戶需要的解決方案 甚至他想要到的更多的是一個結果 而且是以結果為導向的 那其實備份計服務 就可以很明確的告訴當客戶 其實我們提供的是依托一個以服務交付 就是以服務的結果交付 為主體的東西給到客戶 那在這些層面上 就像剛才您說到的 就是我能不能把客戶的數據 備份到客戶指定想要的地點 那其實Wayne從這邊他們提倡的是數據自由 其實數據自由不代表數據的無序性 而是說客戶可以根據他的希望 想把他的數據 融栽到任意一個他指定的點 那這個點有可能是公有云 也有可能是客戶指定的存儲戒指 甚至是離線戒指 那其實對於我們作為就是backup as a service 備份計服務的這個這個合作夥伴來說的話 我們提供的整個的就是 Bus的服務其實是支持現在廣大的公有云 對應的存儲服務 例如存儲桶 例如一些對象存儲 無論是AWS Adder 還是我們國內常見的阿里 甚至是一些騰訊雲 天翼雲 他們都有對應的存儲位置 那同時我們也支持 對應咱們國內的一些存儲的硬件 一些頭部咱們國內廠商的存儲硬件 可以指定的存儲過去 那其實可以通過咱們VIM的一套的 我們叫做的Bus管理平台 叫做Cloud Connect 對吧 可以通過這套東西 然後直接讓客戶實現輕鬆的這樣數據 備份上映 或者說備份到他指定想要的一些場景 OK 謝謝Bus OK 其實呢 剛才副總在這邊他有強調說 比如說VIM的一些基於Bus的解決方案 叫Cloud Connect 或者我們有針對於我們Source Provider的這個 VIM Source Provider Console 那其實這一部分都是我們Bus解決方案的 這麼一個Component 它是一個組件 可以去幫助我們的客戶 或者說我們的Partner呢 再利用VIM的軟件 就直接去把這個Bus的服務 然後直接搭建起來實現一個Chargeback 我們的這個栽培的業務的托管 而且它是支持多租戶的 所以呢 就是我們這樣的軟件的產品力呢 才能讓VIM成為這麼優秀的一個 備份市場的領導者 從Component摩利項線上去看呢 VIM是屬於一個No.1的一個角色 它的執行力是最高的 並且呢 市場推薦淨值呢 是達到了75%以上 那世界上很多的這個財富百強的公司 都會去使用VIM 作為它的備份的解決方案 同時呢 就像剛才說的 可能很多人都會聽到 比如說VDP啊 或者VBR VIM1啊這些產品 但是沒怎麼聽過VCC 就是剛才講到的這個VIM Cloud Connect 以及VSPC 那這個呢 是VIM專門為我們的 這個一些企業級用戶 以及說我們的VSSP的合作夥伴 它去設計的 可以去幫助我們呢 去發展我們的這個合作夥伴 拿到VIM的軟件 它就可以去把Bus 抓死 直接去搭建起來 做到開門即服務 開門即營業 那我們的Bus 也不光是能備份 像虛擬機 然後數據Q5 然後物理機 同時針對我們的365 那也可以很好的去進行備份 那VIM的全球呢 有非常多的合作夥伴 它都在去經營Duras 就是我們的這個 或者叫Duras 是這個Disaster Recovery Service 那它的這個服務 還有備份級服務 針對於不同的work cloud 包括微軟的OV365 那VIM的這個VDP 其實也是我們非常重要的一個 一個引流的工具 可以這麼講 就是說 所有VIM的現有的客戶 實施了VDP的 它都可以去通過我們的VSSP的Partner 去進行融災 那它的好處是什麼呢 你看啊 我們可以通過VBR 就是最底下的這一部分 就是Backup and Recovery 那它可以去做到備份級服務 同時呢 通過VIM1去把監控去做好 因為好的監控 其實它的能力其實是大於 我們去做一個備份恢復的 因為有些東西說栽培這個角度上 我們還是要防範於未然的 最重要的就是栽培自動化這件事情 就是你看在有時候 我去跟我們的一些企業CIO 然後去聊天的時候 他們覺得栽培自動化到現在這個領域 那栽培可能 栽培自動化栽培是兩個字嘛 自動化是三個字 所以其實從自動化的角度上來講 要占到60% 然後栽培的這個策略佔到40% 所以自動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舉個例子 就是比如說我們在國內 那或者說在國外 那我們其實也都有這種 就是跟栽培自動化相關的解決方案 那VIM的VSPC呢 是直接支持去自動化栽培到Adder雲的 那在這一部分的話 Albert你這邊有什麼看法或者見解可以去分享的嗎 可以的沒問題 其實從這塊來講的話呢 今天其實我們就是可能參會的很多的朋友 都是咱們來自於咱們中國大陸地區 那其實很多客戶在我們之前的接觸過程當中都會問到 說OK我了解VIM它對於就是說海外的雲支持的非常好 包括我們能把它栽培到Adder啊或者AWS 那國內的Adder和國內的AWS能不能支持呢 其實經過我們的測試 其實在國內的支持的環境也是非常好的 它可以非常輕鬆的直接 將我們本地的備份的數據 直接在雲端做業務拉起 然後同時的話呢 我們也可以支持 因為現在VIM甚至還會有海外吧 會已經有了叫做VDC 它針對於Office 365啊 還有Adder上的一些虛機資源 或者是一些PAS上的資源 做整體的備份和融災 那現在在中國大陸地區 其實慢慢的也會有類似的就是VIM原廠的服務 當然那作為合作夥伴 看我們能不能支撐那個用戶 用VIM的這個服務 去做數據的備份和融災到公有雲呢 是可以的 那其實在這塊 我們其實已經和比如Ali啊 騰訊啊 我們都已經包括天翼雲 我們都做了很多的一些適配 客戶可以很輕鬆的將自己的數據 就比如說我融災到對應的一個雲上 通過我們的平台 然後可以就是將一些數據融災或者遷移 甚至還原到一些國產化的雲平台上面 OK 謝謝老師 OK 那這一部分呢 其實就是我們在我們VSSP這邊 針對於國產的就是國內的一些雲平台的一些音樂 那說到我們的這個備份季服務 以及融災季服務 我們其實主要有四個應用場景 一個是融災季服務 那它呢可以去實現 然後包括備份季服務 那這個主要的操作就是備份和還原 那在我們VSSP加持的這個情況下呢 它也可以去利用備份季服務做成一部分的業務的垃圾 那這個東西也非常的方便 那包括比如說Smart DNS的一些使用 可以去幫我們自動化的去進行切換 然後來實現客戶要求的這個RPLTO 那也包括了像Bus4 Microsoft 365 和Bus4公有云 那麼阿波特你在這個四個場景的這個前提下 你有什麼要去跟大家分享的嗎 那其實這個是可以 因為我們其實捷運聖 作為咱們在中國地區 我們作為中國災備聯盟的就是專家成員組織 其實我們當時在跟中國的很多同行去探討過這個問題 就是在我們使用WIM這個平台之前 因為咱們在國內很多的一些環境都會討論到說 提到融災必然會提到對應的 比如說我要興建一個融災中心 我要投產建一個融災數據中心 或者是融災雲 當時我問過就是 就是我記得那時候是咱們北游的新陽博士 他是作為災備聯盟的會長 當時我問他 我說新博士 那其實對於我們來說 我們的客戶難道真的都是這麼大體諒的嗎 我們的客戶難道只有上到 就是說需要自建災備中心才能做災備業務嗎 那我們其實現在看到很多新興的業務 很多我們的客戶 他可能已經用了一部分公有雲了 有一部分自己本地的公有雲 做了一個混合雲的一個輕量的環境 因為從成本整個咱們科技發展的角度來講的話 其實雲的需求以及雲的利用率會越來越高 那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的備份必須 我們的備份集容在必須那麼重嗎 那不盡然的 其實從他們的理念上就感覺到說是 OK我給你提供的一個Draft的服務 那我會幫你去節約對應的一些成本 那同時在節約成本的時候 我能用更快的速度 將你的業務在一個既定好的數據中心 或者公有雲上做快速的拉起 那當你不用做拉起的時候 你需要去支付這些費用嗎 你可能只是需要支付非常低的一個存儲的一個佔有的費用 但你不需要去支付昂貴的算力資源和你的網絡貸款資源 所以從這種情況 一個新興的融災環境 其實是悄悄然已經在全世界是已經其實是流行起來了 那從這一點上其實我們在跟很多國內的同行去探討 你們的融災怎麼做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還很多時候還是說在停留在說 OK我可能我要買更多的融災設備 一比一的設備 算力資源存儲資源 我才能去幫我的客戶去做這個融災業務 那其實現在就很簡單了 如果你的客戶想做一個業務的融災 它其實很輕鬆的可以通過 從一個簡單的平台 把它的數據及業務融災到一個公有運上 或者說融災到一個VCSP合作夥伴 所托管的一個托管的融災數據中心 那這樣子你的業務 你的整個的業務的連續性 就會得到一個良好的保證 OK謝謝MAS OK 其實剛才副總說到了這一點 是我們Draft的一個精髓 也就是說很多客戶 他其實都想去完成他的業務連續性 但是他確實沒有這個錢 也沒有這個能力 沒有這個時間 去能達到他業務連續性的這個效果 那出現問題的時候 他只能是扛著 等著這個備份能慢慢的恢復 他不是不想去做栽備 而是他沒有這個能力做栽備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就是他的花費實在是太高了 如果一個客戶 他想一比一的去做到他自己的一個 栽備中心或者最小化應用的一個中心 他的投入要比他現有的這種應用運維的團隊的投入 要至少高兩倍到三倍 因為又有面路帶寬 然後又要專業知識 然後又要請合適的人來去做 所以很多很多的客戶都覺得說 如果我們能利用一個栽備技服務 那我們可以去能達成更好的這麼一個效果 所以WIM在做調查的時候發現 其實在到2025年會有更多的客戶 就是55%以上的栽備的客戶 會去使用到融栽技服務 並且借助WIM的話 我們可以將咱們栽備技服務的成本 降到非常低 就像剛才副總說的 我們平時不做業務拉起的時候 我們是不需要去佔用那些 CPU內存的資源的 那只有做業務拉起以後 那些DNS網絡資源 然後包括Computing Resource 就是計算資源才都會去用起來 那這樣的話 就是最便宜的一個栽備 並且呢 從這兒呢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我們的成功案例 也就是說 當某些企業它中了勒索病毒以後 那使用WIM的抓死 不到兩個小時 那關鍵業務系統就已經可以持續運行了 它是帶給了企業業務一個持續運營的能力 不需要我們的客戶有那麼專業的知識 借助我們的VCISP Partner就可以 可以做到快速的恢復 並且呢 我們的客戶也可以去參與集中的管理 和靈活的RPO RTO的選項 一會的話 我可以讓Arbor來去介紹一下 我們針對WIM抓死的CDP 那其實它可以實現就是秒級的這個RPO 那後面的話呢 就是托管的備份服務 這個也是我們在WIM的業務裡頭 那也是在中國的這個業務裡頭做的最多的 就是備份級服務的這種方式 很多客戶呢 他不會去考慮栽備 因為栽備對於他們來說 還需要更高的能力 專業的知識 那托管的備份級服務呢 它其實是非常寬泛的 無論是從我們常用的 比如說郵件啊 公文啊 這種我們日常辦公的這個服務 到比如說台式機筆本 那它的保護到服務器工作站 以及我們的核心數據庫 它都可以用這個備份級服務 去把我們備份這麼一個難事 去給它托管出去 尤其是我們在去做備份的時候 其實可以通過我們的VCSP 做到我們有一份這個場外的數據 我們可以做到遠程的融災 客戶甚至可以告訴我們的VCSP 我指定一個數據中心 你幫我在那去搭建一個存儲庫 然後使用什麼樣的鏈路 這些東西都是可定制的 那這樣的話可以幫助我們的客戶 因為栽備服務還是會嘛 那我們可以通過備份服務 達到這種備份級服務 達到這種栽備的這種效果 這樣的話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那還有呢就是針對於M365 那很多人認為說M365是不需要栽備的 這裡頭我們要陳述兩點 第一點就是M365在強調一個什麼東西 就是您的數據是您的責任 是企業自己的責任 那出了任何問題 其實都是企業自己來承擔的 再有一個就是說很多時候認為 說M365裡面有做備份 有做這個栽備 他不會去中勒索 其實不是的 那舉個例子就是很多公司都在用OneDrive 而且OneDrive的話呢可以去分享給多個用戶 同時在用 那舉個例子就比如說某一個人 他的電腦中了病毒 他這個病毒就會同步到OneDrive上面去 然後呢OneDrive上面其他的user呢 再去使用他這些文檔連接的時候 他們也會被感染 所以在這裡面 在Microsoft 365裡面 不光是我們去看到郵件的備份 還包括了什麼呢 就是SharePoint OneDrive for Business 包括Teams 那這些東西都是我們非常要去深入的去進行保護的一些workcloud 那如何呢去把這些workcloud去妥善的去保護好 那Winbus呢其實就做了一個非常好的這麼一個產品和解決方案 那通過Winbus的話呢 我們的客戶他只需要像使用SaaS軟件一樣 他不需要自己有一個基礎架構 自己有一台備份服務器 然後把它備走不用 因為本身M365它就是一個SaaS 對吧 那我們也可以借助我們的VSSP的Bus 像用SaaS軟件一樣 把它很好的去備份 那當然這裡面我們可以遵循3210的標準 然後去定制化我們的這個備份的target 比如說我有一份在雲中 我有一份在本地 在怎麼樣的一個數據中心 然後使用什麼樣的一個鏈路帶寬 這個都是可以去定制的 然後呢 這個就是我們的最後一項就是Bus for Public Cloud 因為呢很多用戶呢 他在去備份這個公有雲的時候 公有雲的話呢 都告訴他我們可能本身有快照 但是這個快照它不是一個備份 而且也不是一個長期保留 那舉個例子 如果說這個一個公有雲的Walk Cloud 那它跑在公有雲上 它這個整個公有雲都失效了 那其實你有什麼樣的備份 都在這一朵雲裡頭也解決不了問題 它很可能是需要你進行跨雲的栽培 那VinBus在這裡面就給出了一個非常好的解決方案 舉個例子 我可能AWS上面有一個一個Walk Cloud出現了問題 我可以把它去融栽到比如說Adder上 或者說另外一朵雲上 那可以快速的將我們的業務去進行拉起 那這樣的話呢 也可以保證我們用戶的這個業務可以連續的運營 那最後呢 其實要講一下就是 剛才講到的是四個Shenerals 就是我們四個場景 那為什麼採用VinVCSP的這種方式 其實我們是有VinPartner的能力中心去進行控制的 我們的每一個VCSP 它都需要有Vin驗證的專業的工程師 要考VMCE VMCA的認證 這個我們會在後面講 就是今天參加我們這個Shener的這個合作夥伴 它可以去收到一個10%的一個Discount 一個Coupon來去採去考試 去考VMCE 然後同時呢 我們有全球化的Partner的合作夥伴網絡 那有些Partner呢 他會有一些更好的能力 比如說像副總以後一會就會去介紹他 針對於Office 365的歸檔的能力 那這個就是我們經過Vin認證的合作夥伴的能力 並且能跟Vin的解決方案做很好的這個結合 那採用的就是世界領先的這個技術 那Vin的軟件 剛才可以看到就是我們在Partner的這個品分裡頭 或者在Gunner向線的這個位置 其實都是非常高的 而且我們的VCSP 它是可以在Vin的網站上 就可以把它的這個這個 它的公司以及它的聯繫方式 放在Vin的網站上 我們的客戶當他想去尋求Bus 或者Duras這種解決方案的時候 他可以在Vin的網站上找到相關的Partner的定級 以及他的推薦 並且呢 我們可以去按照Vin的這個Service的能力 來去制定標準或者是定制化的服務 那這一點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那麼其實後面呢就是 我希望說讓副總來介紹一下 針對於中國的用戶群體 那你這邊是怎麼去看 中國的Bus或者Duras的這個市場的 然後呢 如何去和Vin的VCSP的這個Program 相結合 然後去有更好的一個解決方案 奉獻給我們中國的客戶 那副總你來介紹一下 就是捷運勝的一個VCSP的解決方案 OK OK 謝謝 其實對於我們來說的話 我們現在在做這個Vin的VCSP的時候 發現了一個其實說白了 就是我們的客戶群體是哪些 就是我們有哪些客戶是覺得說 那現在我這個東西我需要用到一個Bus的服務 那什麼樣的情況下需要去用到 這其實就是我們之前 我們在做整個的探討的時候 我們會去看OK 我們有哪些客戶 那包含了我們把它分成了幾類 就是說第一個 我們的客戶可能說 OK那我沒有什麼備份一體機 我也沒有什麼備份軟件 甚至我沒有IT 我需要的一個簡單的就是一個雲備份 我需要客戶 我需要我的一個服務商 甚至我的一個供應商 能協助我的 就是比如說我的數據的產生的這些工作人員 把他們的電腦 或者把他們的服務器 甚至他們的雲主機 甚至他們的那些NAS 我很輕鬆的把它備份上雲 因為我雲端存储吧 你既然提供了一個bus的服務 你就會對我的數據的安全性 和完整性做兜底 OK那這種人是有個基礎的 與備份的需求 第二種人呢 就是我們需要看到了 有一個很直接的 就是說 是不是我招數過勒索病毒的攻擊 因為我們之前接觸過很多客戶 他們會說 OK Albert 我現在有一個問題 我做了備份了 但是我中勒索病毒了 我中完勒索病毒了以後 我甚至發現我的備份文件 也被勒索病毒綁架了 那現在我還原不出來怎麼辦 當時我們就問他 我說OK那你有對應的 異地備份 或者是offline的備份 甚至是你有對應的雲備份嗎 他說沒有 我說太複雜了 我不知道怎麼搞 你要不你能給我提供個解決方案 其實對於我們來說 OK這種客戶 對他來 就對於我們來說 我們只需要給他 把開一個雲備份的租戶 就我們bus的租戶 然後呢把他的業務場景 甚至是和他現在在用的備份軟件 比如我們咱們VIM的VBR 甚至VBO 做好了一個對接以後的話呢 就可以輕鬆的 把他的一個備份場景擴展開來 就能做到一個 一加一大於二的一個場景 第三種的呢 就是我們這邊經常有些 我們的一些 稍微大一點提量的客戶 他們都會需要做一件什麼事呢 他們都會說 我們現在在建數據中心 我們在建新廠 我們需要做兩地三中心 尤其是咱們國內經常會要求到說 OK我們這個企業的數據 需要做兩地三中心的 那在這一塊呢 做兩地三中心 其實就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怎麼樣能在有限的成本底下 我能實現本地的生產中心 本地的融災中心 以及異地的融災中心 同時上限 那其實作為我們 一個咱們的Bus和Draft的服務商來講 我們在全國各地也都會去建一些 融災中心 甚至是備份的那個存儲中心 那在這一塊呢 就是我們可以把這一塊的資源 包括我們的存儲資源 備份存儲庫 加固的備份存儲庫 就是我們俗稱的不可逆存儲 讓用量提供給我們的客戶 然後同時我們也可以對接 我們用戶在國內 甚至是國外的一些 他想需要去融災的 異地的公有員的資源 甚至他們的數據中心資源 這樣子的話呢 就可以支持這部分的業務場景 再下來呢 就是我們俗稱的零運維 因為我們其實在整個的做的過程當中 有很多的客戶 他們發展的非常快 甚至是一些 我們看到的一些像是SMB的企業 他們本來體量很小 但他們發展很快的以後 他們的IT進來了以後 沒有那麼快的能力 能幫他們把整個的數據安全架構 和融災架構和業務的一些 上限的架構去把它快速的樹立起來 那在這一塊他需要的是OK 那我們在有限的經歷下 我們能不能把我們的備份數據的這個業務 或者說我們的整個數據上限的這個架構 能托管給你 我們不想要運維 甚至我們在這一塊的話 零運維 我們甚至想說OK 我把這個service直接交付給你 你能不能幫我做這一塊 然後讓我們就是說 根據我們的用量直接擬收費就行 那最後一個 其實剛才跟前面兩第三中心比較接近了 有些客戶就是為了一個異地的栽培的需求 因為他們現在 我們看到有很多客戶 都提出了一些很有特點的要求 說OK 我現在我已經在雲上了 但是最近有些雲不安全 有些雲不安全了以後的話 我想說在我自己異地的一個生產中心 或者是我異地的一個工廠裡 我想建一個小機房 我把它當作一個融災中心 你們的這個平台 能不能幫我把兩邊的資源做對接 同時能跟我建立一個通道 能幫我講公有雲的數據 和業務系統 幫我異地到我自己的環境 甚至說我沒有環境 我用你的環境可不可以 是可以的 因為在咱們國內 包括經常去做一些 一些標準評審的時候 例如像ISO ITSS 等保 對於數據備份的要求 還有說數據備份還原完整性的要求 還有日資的要求 都是有些剛性需求的 所以這是面對我們中國大陸的一些 客戶群體的一些方向 OK 那就像Mars講的說 它是個SaaS Office 365是個SaaS的服務 那的確 無論是Office 365 還是Microsoft 365 針對於客戶來講 它用的是一個SaaS的服務 那它首先是在雲端的 那對於我們來講的話呢 那我們的Backup as a Service是什麼呢 我們其實也是基於 我們的一個備份服務 去做整個的交付 那在這一塊 我們肯定會用到公有雲的資源 以及我們的整個的 我們叫做 就是對應的 我們的跨雲平台的一些遷移啊 還有一些就是我們易購的 就是雲平台的遷移 以及一些我們業務的連續性 因為我記得在去年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客戶找到我們 也是先找到Wim 然後Wim的他們的Account Manager 直接找到我說 我這有個客戶 他們現在在國內的一個主流的雲平台上 然後呢 因為這個雲平台最近出現了一點小故障 他們想在保持業務連續性的時候 做一份融災 然後將數據複製到微軟的Adder上 那複製過去了以後 它需要的是數據能一直同步 同時還能有一個備份 同步保證的是它的業務的連續性 備份保證它數據的完整性 也就是像剛才Mars說的 你用OneDrive或者SharePoint 你可能會傳上去同樣的數據 但傳完了以後 如果它是有所謂的勒索病毒 甚至一些木馬文件存在的話 它也會被同步上去 那同步完了以後 我想找一個完整沒有被感染的副本的時候 你去哪找 同步不代表備份 那你必須去備份的數據原理找 那這個時候 一個穩定長期增量的備份 或者說是一個全量的備份副本 就可以讓客戶很容易的找到一個乾淨的環境 去把它還原出來 那其實在這一塊 我們在保證業務連續性的同時 我們會去做它的數據備份 以及數據容災 那其實在這一塊 就是WIM提供了一些不錯的工具 去協助我們做 比如像我們可以做一些Copy Job 甚至我們可以做一些Replication 那這種情況下的話 能把客戶的業數據完整的 從雲到本地 從雲到其他雲 做整個跨平台之間的 數據的同步及複製 那在這個基礎下 還能做到的是什麼呢 就是說 我其實可以利用這些工具 去做一些公有雲資源的 它的遷移 和一個非常絲滑的遷移 OK MARS 下一頁 謝謝 OK 那其實在這一塊的話 那很多人就會問OK 那你的BUS到底 是個怎麼樣的一個服務 同時 如果說在中國大陸 我們如果用WIM的這種BUS 它是個什麼樣的場景呢 其實在這一塊 像剛才就是 MARS講到一個 WIM最大的一個特點 就是我們叫做Data Free 就是數據自由 那數據自由 既然我們可以說 我們可以接受客戶的 各種各樣的要求 儲存位置的要求 那是不是你就要能支持多種的雲啊 數據中心啊 以及鏈路啊 能保證你的業務 可以擴展到對應的一些站點 一些公有雲 一些數據中心上 對是的 那是肯定 那所以在這些過程當中的話 我們就會把多雲環境 作為我們一個最基礎的 就是我能保證我的客戶 將數據通過咱們WIM的BUS 備份到我們的一個存儲库 當客戶有一天想要數據的時候 他可以跟我提 或者開個空單 說OK我想把它restort到 比如阿里雲 原來我可能在騰訊雲 我現在需要把它restort到阿里雲 那我的數據 能不能直接restort 阿里雲指定的一個桶裡面 或者指定的一個存儲位置 是不是我能把它當作一個雲主機 把它掛來起來 讓它能開機呢 這是可以的 因為我們在之前做了很多業務 其實備份是打前戰 融災是在後面 而中間的一個最重要的過程 實際上是客戶做了很多的 一些遷移的工作 那在遷移之前 我們剛講了有備份 遷移之後有融災 那在遷移的過程當中 其實也是我們靠我們這個平台 去協助客戶 去做整個業務的數據的同步 以及它數據的增量的一些同步 那再下來的話呢 就是我們平台的融合 那在這一塊的話呢 其實我們已經在 捷運上已經做了一些定制 是針對於我們本地 國產化的一些 比如像是一些超融合的系統啊 比如像是一些國內的公有雲的系統啊 做了一些定制 因為必定有的時候 我們在國內說 我的客戶會問我說 說Ever 那我們現在有一些數據 是在比如是在 SmartX上面 那我用SmartX做的超融合 那我這SmartX數據 能不能幫我直接備份還原到AWS上面 因為我們現在業務要出海 我們可能接下來 有一些本地的業務 我想很輕鬆的在本地去跑 然後同時我們在雲端 也想去把它遷移一份 那能不能通過你幫我做一個備份 做完備份了以後的話呢 我的數據在你那流檔 然後你持續保留14天 然後同時我還會需要你幫我 把業務從SmartX你遷移到AWS 在海外的 比如像我們在新加坡的界點 那當然可以 這其實也就是我們這個平台能做 因為我們把平台做融合了 不僅僅只是一個軟件的平台 它甚至是一個雲端的資源的平台 我們也可以融合進去 那在交付的過程當中 我們就會遇到了一些 我們客戶的各種各樣需求 因為我們客戶有時候 OK 備份上映我很擔心 我的數據量大了 我傳輸速度會很慢 那怎麼辦 那其實我們說OK 你不用擔心 因為在這個Bus裡面 或者Dras裡面 我們都有一個邊界設備 去給客戶去做一些 就是做緩存做Catch 為什麼呢 因為當你的數據量高於 比如說5TB 8TB 甚至是已經有10TB 20TB 的容量的時候 你說OK 我想輕鬆把它備份上映 是不是能直接備份上映呢 那不是的 因為你的帶寬 你的整個數據時長 你需要去做精準的計算 你的時間窗口能給你多久 去做這個動作 那如果說我的這個Bus平台 能支持一個邊界設備 能讓它通過邊界設備 把先有的數據做 數據的備份抓取 然後在後端做對比去從了以後 再把它傳輸上映的話 那它整個的時間會大大的降低 它甚至在一些非關鍵性的業務窗口 以及一些正常的工作時間的業務窗口 它不會去做這個事情 而不會影響到生產環境的業務系統 是不是能去支持你去做 OK 那個MAS麻煩您下一眼 OK 這邊是我們在中國大陸捷運盛 已經在中國大陸部署的Bus和Dras 的容災中心 其中從最上面是我們在蘇州的 因為捷運盛的總部在蘇州 我們在蘇州和中國電信 在它的經濟湖數據中心 也是他們天意雲的數據中心 有放我們的Bus以及Dras 其實剛才MAS講到了 就是前面說OK 我可能就是支持你去在一個特定的場景 融災出來吧 業務 那其實我們甚至有一些客戶 已經談到了一些更深層次的場景 他說OK 我現在我在用的是Nutanix 然後我想說在我的你的托管融災中心 你有沒有一套一模一樣的 Nutanix的融災的群集 可以讓我去調用 因為我不想從我的Nutanix 溢購到比如像Hyper-V 甚至是KVM 他說我就還是想用Nutanix 你有沒有OK 我們有的 我們現在在融災中心裡頭 我們基本上覆蓋了Wimware Nutanix Hyper-V HCi 然後以及Smart-X 甚至像一些咱們國內的一些廠商的 一些超融合 包括像ZStack 我們之前也有部署過 就是我們的客戶 如果想用對應的一些它特定的群集 我們也可以協助它融災到特定的群集 那其中還有一塊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的客戶就會了解到說OK 那我想托管一些 因為我知道Wim有個很強的功能 是備份一些裸金屬服務器 甚至是一些數據庫 那我既然做了融災 剛才我們像Mars講的 我包括我Smart DNS也做了 那我想把它做一個大二層做融合了以後 我能不能把我的業務和你融災系統打通 就是真正的我的業務的前端 我可以輕鬆的通過虛機還原 但是我的後端的數據庫 我是一個可能是ICP HANA的一個群集 或者ORIC REC的一個群集 那這個時候在公有雲上不是輕易的 你能幫我還原出來的 那這種場景你們能不能做呢 那其實這就是我們Draft的一個亮點的地方 其實我們依托於本地數據中心 就是比如說我在電信的數據中心 和公有雲打通了以後 我們可以將一些裸金屬服務器 甚至是一些數據庫的專用服務器 甚至是比如說我們需要 哪怕需要用到小機 可以托管在我們的機房內 就是我們有些德國的客戶就這麼做的 他們用的是ICP HANA 比如他們生產環境是兩個節點做的cluster 那他們在我們的融災機房也會丟兩個節點的cluster 然後同時他其他的數據 平時只是說把它丟一份副本過來同步寫入 那真正需要做融災的時候 他把他的業務前端的應用 做虛機級別的拉起 然後再對接到他對應的數據庫的後端的服務器上 他直接的應用就可以做業務整個的垃圾起來了 那在這一塊他需要投入的費用很多嗎 其實不一定 因為對他們來說 他們前端的算力資源都不需要 只有後端的一些特定的裸金屬服務器 他需要做一些投資 OK 在下面的話 我們現在支持到對應的像亞太地區的話 我們現在新加坡節點香港節點 以及日本節點 接下來韓國節點應該是在2025年會上限 然後澳洲和歐洲以及美洲 我們是依託於Adder和AWS 我們是部署的我們對應的備份節點 以及還原上雲的節點 就我們的抓起節點 因為在海外多數我們很多海外的客戶 在這一塊更多的時候是通過公有雲去擴展它的業務 所以說比咱們中國大陸來講的話相對簡單一點 OK 咱們下一頁 OK 那這一塊的話呢 是我們那些常見的備份 其實這一塊剛才MAS已經大概做了一個 它在前一頁的PPT 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它說到了包括有M365的一些備份 一些終端保護雲 還有一些公有雲 我把它可以延伸出來講一下 就是為什麼 因為M365剛才MAS說過了 其實是誰對誰的數據負責 這是很真實的一件事 因為我們其實從2016年捷運勝成立的時候 我們就是微軟的金牌的Cloud Service Provider 也是它的Service Partner 所以在金牌的這個級別上面的時候 其實我們接觸了很多微軟 針對於OB365場景的客戶 他們針對於數據安全和數據的歸檔合規性的問題做了探討 因為他們當時很多客戶在擔心 OK我的郵件 我的SharePoint 我的OneDrive 上電的數據是不是安全的 那個時候勒索病毒還沒有這麼猖獗 在2016年到2017年的時候 但是他們就已經開始擔心了一個問題 那是什麼呢 就是說 我的員工他會不會把我的數據做一些外發 同時外發了以後 他把核心數據刪除掉 因為他刪除的時候 可能我的IT 並不知道他刪除了什麼 因為正常Office 365 他會給你保持 垃圾箱會保持30天 但是一些稍微懂一點的員工 他們也會很積極的 直接進回收箱 把它再刪除一遍 那30天都沒了 那即使無論是30天都沒了 還是過了30天以後 那這些數據就已經不在了 當你開工單去找微軟的時候 微軟會告訴你說 我只針對於我微軟內部的一些incidence 導致你的數據流失 我會負責 但是如果不是我的問題 是你們自己內部員工的問題 那不好意思 這部分我們不負責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已經有一些客戶提出來說 那微軟的郵箱 我們能不能把它直接倒一份出來 那時候用的更多的是一個工具 叫做它的歸檔 就是我們的Junery和Archive 那其實備份這一塊的話 其實並沒有直接明確的說出來 那備份有什麼好處 其實在做歸檔的時候 我們的郵件歸檔其實是誰在用 基本上是IT管理員 他會去做歸檔的這個動作 那很多時候他能把歸檔這部分做了 但是我們作為ender user 就是我們一些郵箱用戶的ender user 當他想自己說我自己的郵件 我不小心誤刪了 我想自己去還原 因為我不能試試找IT管理員 甚至有些郵件 我不能讓IT管理員看到 因為我們有些客戶 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我們有個客戶 他的CEO不小心刪錯了幾封郵件 然後這個郵件是絕對不能讓IT管理員 這種樣子級別去看到的 那他想去還原怎麼辦 他沒有辦法還原 他只能找IT管理員 所以現在的話呢 就是Wayne在推出了這個Bus的服務 他支持了M365的備份的時候 同時有一個很核心的功能 叫做Self Restore Portal 就自助還原門戶 用戶可以根據他自己的 Office 365的賬號經過綁定了以後 直接登錄他的還原的門戶 可以很輕鬆的 將他自己認為比較私密的 不小心刪除人的封郵件 可以還原回來 甚至是文件 甚至是SharePoint上面的文件 現在甚至能包含到Teams的聊天記錄 Teams的一些共享的文件 都是可以還原 那其實在這一塊的話呢 就是Bus的服務 就是說我既然是服務嘛 那我就是方便用戶的 那我既然方便用戶了 我總不能說很多東西全部都要我動手 那其實在這一塊也是讓客戶 能有自我還原的一個體感 那中端保護雲其實也是一樣 中端保護雲在我們看到的是 最多的應用場景是在疫情期間 那時候我們很多的電腦都在家辦公 那我們有一個客戶就擔心 那在家裡辦公 他包括上網 包括他的應用場景 會不會有一些安全性的隱患 那其實他們需要把他們這些電腦的數據保護起來 那你不在辦公室環境 你沒有連局域網的正常的備份軟件 怎麼背你的東西啊 那其實Bus的優勢就出來了 無論你在何時何地 只要你連上網打開電腦 他的後台的agent 會自動將你的數據備份到 統一的雲端的備份庫 那這個備份庫是直接管理員 是可以統一去管理的 包括備份的策略 也可以統一的下發 公有雲的保護其實是針對於 我們有一些客戶說 OK我現在本地沒有數據中心 我也不需要背電腦 但是我的服務器全在雲端 我服務器雲端了以後 我做快照意義不大 因為我做快照第一個很貴 因為它佔我的空間 第二個的話 我快照一般正常按照標本來說 我做48小時的快照 用於快速還原整機靜向的RTO已經夠了 但是我想長期背 比如我想背個30天 90天180天 那我不可能用快照去背 而且快照的還原顆粒一還原就是個整機 我想很細顆粒的去還原 那怎麼辦呢 那同樣我們可以通過Bus 去把單個的雲主機 或者是多個雲主機直接防護起來 創造統一的備份策略 然後呢 可以將它的數據細顆粒化的還原到某一天 或者某一個時間點 OK 咱們下一頁 其實呢 針對於剛才阿 就是阿博斯這邊說到的就是這個關於郵件以及歸檔的這個能力 其實有兩點是值得highlight的 一個呢就是說 在我們真的去做這個郵件的就是歸檔的這個前提下 我們能保證留痕 就是無論這個它怎麼去刪它的郵件 只要它經過了郵件的服務器 那這個郵件呢都會被用journaling就是歸檔 日誌歸檔的這種方式把它去長期保留下來 然後另外一個呢 就是說我們可以去真的是按照客戶的要求 比如說5年10年20年或者更長期的去做到磁帶上的歸檔 我們可以去把它很好的保存下來 那這一部分的話呢 阿博斯他們也是利用了自己的這個 email journaling的這個解決方案的能力呢 拿到了Win的這個認證啊 這個叫做Win的這個competency partner 我把它放大一點大家能看得到 那在這一塊的話呢 其實還真的是有一些可圈可點的東西可以去介紹 所以呢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讓阿博斯去介紹一下它關於郵件歸檔的這個解決方案 阿博斯 OK 這塊的話 因為我時間已經不多了 我快速的給大家過一下 其實針對這一塊我們是作為Win的備份的一個補充 因為Win備份是針對於郵件 它所有郵件的正常的每個用户收和發 以及對應的它的就是已經落盤在Office 365上面的一些郵件 去針對的做備份 那其實我們有些客戶提出更高的要求 一些比如一些券商或者一些上市企業 他們有提出要求說 OK阿博斯我不僅要備份 我需要有一個就是整個對你操作郵件的一些核對性的審核 我需要一個Junery 一個日志級別的一個審核 那在這塊的話呢 任何人刪除一封郵件或者收到一封郵件 甚至他轉發的一封郵件 都可以看到這份它做了什麼 這個記錄你們能不能做 其實當然我們針對這一塊 我們把Win的VBO 以及我們的就是我們剛才 Math說的就我們Buds上面的這些功能 我們把它做了一個集成 然後同時的話呢 我們可以提供給客戶一個Junery的一個平台 讓客戶在備份之舉 同時能做到郵件的正常的日志級的超長期的 歸檔和合規性的審查 OKMath OKMath 你那邊能聽到嗎 OK沒事那我繼續接著往下講 就是其實針對這一塊的話呢 我們有很多客戶他就會去考慮到說 那郵件歸檔這邊這個 是不是我額外的還需要去支付一個高額的費用去 除了Win的授權以外 其實不是的是比較簡單 針對於我們Win VCSP的一些客戶來說 就我們Buds的用戶來說的話 他是可以直接根據他的用量去 比如他用了備份功能 他想擴展一個所謂的 我們 Math你現在恢復了嗎 我可以了沒問題 OK那你這樣子你幫我點到下一頁 反正我接著講沒事的 OK好 就是其實針對這一塊的話呢 我們可以根據我們的用戶的實際用量 就像這個這封這個界面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對應他 他就是說有多少的郵件進來 是需要讓我們做歸等的 然後我們根據他的整個的用量 存儲用量去跟他去確定 你如果說你想做一個十年或者五年 最短一般我們客戶會做三個月 那你整個下來的話 你大概的存儲佔用的費用的預估是多少 讓我們客戶比較清晰知道他的一個 可能有預測到的費用 那在這個層面上 我們會幫客戶去建議 那你這個行業 基本上一些國家合規性要求 你要存儲多長時間 那這樣子的話 客戶很清晰知道他的一個用量 然後再去做就會好了很多 OK那個Math幫我翻下一頁 謝謝 那其實在這塊我們也會看看有哪些郵件是比較 就是說是他是佔了多久 他有多少郵件是在 比如是在我們哪一個存儲層的 比如是屬於是在一個 剛進來做了檢索的 還是說已經做完檢索 存儲在一些比較就是冷的層裡面 他需要長期調用或者長期保存 我們都會要做一個分類分的 OKMath OK那接下來的話 其實我們應該就是把下面的話題交給Math了 OK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其實要討論一下 就是像傑雲盛 他針對於他現在現有的一些方案 包括了郵件規檔 包括了像中端保護雲的數據保護 包括了Bus CDP 那有沒有一些合適的一些成功案例 可以跟大家分享 好可以 那這樣子因為我快速分享 其實剛才已經這段時間講過幾個了 其實我可以講三個案例 第一個是我們講到就是 就是抓子CDP的 因為這個是比較大 因為我們在2021年的時候做過一個客戶 他首先是有100多TP的數據備份上云 當時是備份到我們位於Adder的那個 栽培中心的數據庫裏 在我們的Blob裡面 當時備上去了100多TP 在2021年的10月份的時候 他中了勒索病毒 中了勒索病毒以後 客戶說OK 那我的本地的存儲和業務全掛了 我需要把數據還原 那可以 那我們當時100多TP 從雲上 我們甚至用了Adder的那個 我們叫做磁盤的回記的功能 就是說通過他課程固態硬盤 然後給我們寄回 因為100多TP 數據傳輸時間太長了 即使是那樣子的話 我們整個數據還原 是100%給他還原出來了 但是他的RTO的時間特別長 將近耗了有超過了96個小時 所以客戶在第二年就提出了一個很剛性的要求 說我能不能保證我在數據安全之餘 我去做一個DRAS 就是我希望在5分鐘之內 你就能把業務給我們恢復 那其實針對於客戶 Winware的場景 我們針對於這種DRAS的需求 我們幫他們通過在我們蘇州本地的融災中心 做了一個DRAS級別的業務的複製和同步 做了一個CDP級的 當時在我們每個季度跟客戶去做還原演練的時候 最快的一次還原時間大概在18秒左右 它對應的需要測試的四台服務器就全部在線拉起了 那其實我們跟Win確認過 其實正常的它的針對於一些特定的環境 基本上能做到秒級恢復 那如果是一些比較複雜的異構環境 那我們基本上可以做到對應的分中級的恢復 也是可以做到的 然後這是第一場景 第二個場景就是我們終端保護雲 那終端保護雲這一塊的話 其實我們有一些類似於我們的電腦終端 工作站的防護 我們有些客戶是通過他們在 占卜在全國各地的分支機構 全部匯總到總部的栽培中心 那這時候它可以利用我們的Bus 將它分佔在全國各地的幾百台的PC 做一個統一化的備份 然後呢它可以統一化的管理 當它的設備出現了任何的損壞丟失 或者是數據誤刪 它客戶可以通過自己的自助還原平台去還原數據 當然也可以通過IT管理員去做整機還原 第三個場景呢就是我們俗稱的就是 Office 365的這個備份 我們有一個券商在我們這邊 大概有接近兩千個左右的 Office 365的賬號 是通過我們這邊做整體的防護 它就是典型的交鑰匙工程要求 就是我不要買任何的軟件 我也不要單獨買雲 我就想買一個很簡單的一個服務 就是你給我開賬號 然後我把我的Office 365跟你對接 然後去做整體的一個數據的備份 和數據的自助化的還原 OK 謝謝 Mas OK 那剛才呢聽到了Arbot這邊呢 關於它做的這個VSSP的一些它的試點 然後以及它的關於它的這個解決方案 比如說這個Journaling的解決方案 是它固有的 還有就是它的一些成功案例的分享 在這裡頭呢 我想跟大家講的是 其實VIM呢 在這麼多年的經營裡 它其實一直呢 在去做我們VSSP的賦能 然後呢 如果您選擇VSSP的話呢 一定要選擇認證的這個VSSP 那他們都會有這個VIM的這個解決方案 提供商的這個工程師的認證 包括VMCE VMCA 那包括了正就是正正確的這個就是 托管的解決方案 然後我們作為這個VSSP的SA 我們也會去幫助我們的VSSP 去讓他們給客戶提供的方案是合規合理的 確保您的這個企業實實確認的這個數據備份的策略 可以去幫助您去實現定制化的栽備 確保業務的正常運行 然後參加我們今天的這個Web培訓的這個人 他都可以去使用VIM的這個工程師的認證啊 就是跟我們的VSSP一樣 他可以去能得到這個VMCE VMCA的這個認證的一個coupon 那這個coupon的話呢 可以去有10%的discount 那在這兒的話呢 可以去幫助到大家呢 就是我們只要是能應用到我們的這個VIM的解決方案 那您最好是說能有一個這個工程師的認證 這樣的話呢 會效果會更好 那如果您能看到的這個二維碼的話 您可以去給他掃描拍照 然後呢去拿到您的這個discount這個coupon啊 這一點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這個也是我們VUG去辦這個VSSP的這個VUG的會的 這麼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之後的話呢 就是看看大家有沒有一些在線的問題 我這邊的話我看一下 chat的窗口 chat的窗口裡面呢 有一些 一些這個一些問題啊 那我能看得到 基本上呢是這樣子 就是說像我們的這個coupon是怎麼使用的 那您掃描完了以後去參加我們的在線的這個會 然後呢得到了這個coupon以後呢 您的這個coupon是可以在考試報名的那個付款的那個地方 然後能去有一個鏈接 然後能得到這個10%的優惠的啊 那具體的話呢您可以去看一下 關於這個coupon的一些解釋 那這樣的話呢就是 還有一個就是想咨詢Bus是怎麼使用的還是報名 這個是Rboard在問啊 對我看他在問 我看他在問 我不知道翔著問的是那個二維碼怎麼使用還是 對好像是說這個掃描之後是看起來像一個郵件發送 那可能就是您這邊要試試看那個鏈接打開是什麼樣子 然後如果是一個郵件發送的話 那您看看是不是要發送一個郵件給VIM的這邊的這個教育中心 然後去得到您這個coupon 那是有鏈接就是 就是如果想申請這個鏈接 就是接下來的話也可以直接找Mars直接單獨 OK 是聯繫 因為我覺得這也是可以 那 喂 Mars你那邊好像有點卡 OK 那這邊這塊就是因為Mars可能有點卡 我就看大家有沒有什麼一些疑問 想要問的 那就這樣子 感謝大家今天的參與 然後 隨時可以找到我們 然後找到Rboard 然後這邊的話呢 會給您提供合適的解決方案 OK 那就這樣 謝謝Rboard 那再見 OK 謝謝Mars 再見 謝謝 謝謝 �